是不是 最近我们的法师要讲罗汉的故事 他为了要讲罗汉 其实重点是要讲罗汉 结果重点就跑去讲故事 有没有 就是因为大家喜欢听故事 听故事 故事是一个希望 是一个诱因 大家看到故事 就会觉得好像有什么事 有没有 这个人 他渡了一只癞蛤蟆 这好像很有趣 这会不会是青蛙王子的故事 就会很好奇 那个降龙罗汉 他怎么那么厉害 他是怎么降的 就是那个是故事 但是故事的过程 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 他怎么变成罗汉 那个也是一种故事 那他怎么变成罗汉 他的经历是什么 那个叫做我们是借这个机会 来学习怎么成罗汉 所以听罗汉的故事 有功德 听得懂吗 你说师父 那个罗汉 没有故事 对 他没有故事 因为他没有记录下来 但是你看到一个罗汉 你看到他修成罗汉 他前面一定有他的努力 那你光是听到他努力的过程 你就会有功德力 因为你的智慧就会往那个方向 多听什么你就会往那个方向去 如果有人喜欢追韩剧 你就会幻想我要怎样 谈恋爱 因为你就是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你 对于爱情产生憧憬 那有的戏剧就是公斗剧 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会斗争 有没有 甄嬛传 然后看你如何 一路把他斗到最后 我就变成什么 他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一路是有 我们有一个同学 他的同修 就是在我同学写博士论文的时候 实在太无聊了 所以他那时候正好就在看甄嬛传 所以他就研究 怎么样从一个最小的宫女 然后最大 总共有几品 然后他是怎么样测风 所以他就花时间去研究 他怎么一路这样子一直生 就像我们在看游戏打怪这样子 那你说 那个人生就是一关又一关 那你为什么不要把那个精力拿来研究 罗汉怎么出果二果三果四果 下一次我们再来讲 那个出果出果像 二果二果像 还有天家家 还有人家家 那个阶位之复杂 那个才值得研究 你研究一个小宫女 变成一个大皇后 然后又如何 他最后还是死了 那你说实际上的人生没有那么有趣 是演出来的才有趣 就演那个对话台词那些过程 但是那些对话那些台词 那些心理作用都不会让你解脱 会让你增加更多的仇恨 或者是被斗倒的人跟你结上的恶缘 没完没了 你只是现在好像比较得势 那你有一天呢 是不是 没有后续 后续也是很惨这样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看到的 听到的是佛法 这佛法里面有阶位 然后我们听到这个罗汉的故事 他都是不是慈悲救人 要么就是精进 他就有他的事迹 这个事迹呢 你光是说的人就有功德 听的人就有功德 那你把时间花在这里 他就有功德力 所以大家要多去点阅 我们的法师们讲那个罗汉的 点阅率很可怜 然后就是赶快多去点一点 反正你说爱听故事的去点点看 看到底在讲什么 见人飞腾罗汉 你看 这个还看到人就会飞起来 这有无限想象的空间 可以飞 看到人就飞 你有没有看过这种师父 以后你看到师父 师父突然就跳到那个 飞到那个屋顶 你就没看到人 到底在哪里 那这些都是罗汉要度人的方便 还有他的一个特质 这只有什么 正法轮 这个轮是什么 只要他一转呢 你就会让自己从 让我们修行的人 从此岸转转转转转到彼岸 就是我是有目的的 我需要有工具 我坐上车 这个车子有轮 他就会滚滚滚滚滚 然后让你走到终点嘛 那这一台车 可能是小车 就是小胜 是大车 可以多一点的人 一起坐上去 就叫做大胜 那我们现在的楞严经 每天有好几百个人在修行 到底是小车还是大车 我们是小车要升级成大车 因为我们希望怎样 因为希望能够有1250人聚 一起来上线共修 楞严嘛 那是不是本来小车 以前都是只有师父一个人在研究 然后师父就觉得 这个楞严经实在是太棒了 但是读了20年 突然就觉得好像只有自己会 大部分的佛法 你都是只有设定就是讲法的那个人会 其他的人会 大概会一句这样 其实大部分都不会 而且通常都是我们听完的 就只会怎样 最多就是说 你要听楞严经 你要听这个人的 这样有没有 你不会说你要听楞严经 然后我们能够解释给他听的也很少 我们通常都觉得 师父讲得很好 你听师父的 的确以前的状态是这样 因为其他人他真的不会的时候会乱讲 但是现在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不能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地球上 只有我会啊 或者是只有不到一百个人会啊 我们希望能够有多少的人会 我们的目标很大 希望有多少人会 我们希望有多少人会 我们希望有百万菩萨 希望有一百万个人会 等到 我们这三年的课程这样子推动 好推动了之后呢 我们希望 家家户户 都有人会讲楞严经 哇那很棒耶 大家都会 红法的人多 学法的人会更多 有没有 如果每一个人都像师父这样子 很愿意去讲 而师父也不是说很会讲啊 我们就是一直很愿意去讲啊 因为佛法很好 我愿意去讲 只要有人需要佛法的 我就愿意去讲啊 我是愿意讲啊 不一定叫做很会讲啊 有的很会讲 他是 他是本来就很会讲 但是我们是怎样 因为愿意讲 所以变得很会讲 愿意讲了之后呢 因为 有的人 这啊听听听 然后他就听不懂 我们希望既然来听了 就要让他听懂 所以就改变说的方式 深入浅出 但是又让他懂 所以就变成 比较能理解 大家会比较能理解 那我们现在就用这个方法 来让大家更能理解 这是秒懂嘛 那更能理解了之后 你真的懂了之后 你再去讲给人家听 你就觉得 我也懂了耶 然后你就会更有兴趣 那更有兴趣之后 我们大家呢 就一起学 一起互相来帮助对方懂 而且呢 不是 以前是很少人懂 所以那个少数的人就傲慢啊 有没有 少数的人 有的叫独步愣言 有的叫独步华言 有的叫独步 都是独步啊 你就自己一个人这样子 然后你自己就很厉害 你自己很厉害就不够啊 不可以自己很厉害 你看华言经里面有没有 很很有趣的就是 有一个人读了华言经 从第一卷读读读读读读读 说奇怪怎么佛还没说法 有没有 怎么都是菩萨在说法 你读了华言经就会发现 奇怪从头到尾佛陀都没有说法 那后面呢 到阿森奇品 终于说法了就在讲数字 有没有 不可说不可说 这是前面的 怎么都没有 佛陀都没有说法 因为他已经把团队训练的 所有的菩萨说法 就跟佛说法没有差别 这样子这个团队才会大 所以你会看到华言世界的说法 主是多的不得了 如无量无边无量无边 世间主也无量无边 菩萨的法界叫做无量无边 重重重重重无尽 那你如果说要回到佛陀自己教 他的地址就1250个 如果你真的要去做排行榜 那个所有的佛度的众生跟释迦摩尼佛度的 一比释迦摩尼佛 排不上名 那最后一名 他连弥勒菩萨的龙华三会 都比他多很多很多人 佛陀的地址就那个1250人 是基本班底 成谁重 但是他最厉害的是什么 因为他最厉害的就是 他每一个都很难度 最厉害的是 他都度那个超级脚头老大 最难度的那个脚最多的 那个南条南府 刚强众生 所以他在娑婆世界的成绩 是所有的佛里面呢 最被大家肯定的 实在太厉害了 是不是 你人多不一定表示厉害啊 人多是 这一个时代 这一个空间的众生的根性 很纯熟 所以就人会多 但是那种很难度很难度的人呢 你好不容易度了一批 很了不起 所以你要看啊 但是不管怎样 都是会改变 因为有轮子嘛 小圣大圣都是车 都是圣 所以他都会带着我们到彼岸 你最多呢 就是我本来准备了一个大车子 可是没有人要跟我一起上车 那你还是可以一个人 把他开到彼岸去啊 公车常常都嘛是空的 有没有 那个司机 从第一站到最后一站 只有他一个人 他还是要开完这一段路啊 那也是中途有人要上车 也很好啊 也很好啊 所以那有很多 很多热门的路线 就挤满了 就多派几台车 所以其实我们 我们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呢 就是你只要佛法 他有在转 这个轮有在动 这佛法就不会灭亡 要让佛法长心 法轮就要长转 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反正北中南 我们每天就是有课嘛 课程就在这里 你有人来 我们就讲课 没有人来 我们的课还在这里 那如果呢 你在网路上也是啊 直播也是啊 反正就是直播 至少有三个嘛 就是法阳 这是主持人 然后呢 他的旁边的同修 是不是 他总是呢 至少有三个 在那边共修嘛 那如果再没有呢 你就要观想 农天护法都在一起诵经 是真的啊 你只要这个地方播经 一定天人都会听得到 是真的啊 你只是看不到 实体的人 我们就变元宇宙了 有没有 就大家都是 就是你看不到啊 不是表示没有人哦 但是不是说 呦师傅 那意思是什么 你赶快告诉我 我会怕呢 你不要怕 因为来听法的 都是很正派的啦 所以你看 我们就在讲说 这个如来正法轮 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希望怎样 大家一起来推动 不要怕 自己不会 就要怕自己不要学 我们就把它 学好 然后一步一步的 学好才讲 不要那个 现在哦 吃饭三杯 硬菜 就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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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我们不要说 哦 我才学了两天 苗董 愣言 然后就告诉人家说 来来来开课 这个 这个有的是有点夸张 就是有的会觉得说 我已经研究很久了 那自己就会想要 那个发表意见 但是这个都是 发表意见跟学习 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觉得 我自己讲的是最好的 那你的心 要调整一下 要自己讲的很不错 别人讲的也很不错 大家都一起来成长 然后你的 跟我的都一起加起来 就变成无限大 这佛法的数字的观念是这样 一加一是不超过二的力量 那为什么 因为呢 这下面就在讲 因为我们都发的是大圣心 叫做沾潭灵无杂数 玉密生成狮子柱 就是这个沾潭灵呢 是一个什么 香木之灵 沾潭树嘛 沾潭树就是会发出香味 沾潭香 有没有 好那最高等最高等的沾潭呢 甚至于可以怎样 可以有那个 十里的香味飘香 那各位 我们来到道场 有没有感觉有一种香味 因为在道场里面会供佛 供佛会点香 那个点的那个香 就是沾潭香 有的是水尘木啦 有的是什么 但是它就是一种香木 香味呢 代表是什么 代表的是我们的心的清净 产生的一种功德力 它不是喷香水 所以我们怎样可以 让一个人的香 就像是沾潭一样呢 就是你的戒行要清净 身口意要清净 那当我们清净的时候就没有杂树 沾潭灵的这个灵象是很干净的 就像我们去看那个大雪山 它有那个 Hinoki对不对 Hinoki也是一种香木 檜木 它的灵象就很干净 纯粹的 没有杂树 那我们的心如果像沾潭灵这样子呢 它就没有杂的 其他的什么 什么叫杂树 就是不会说有的人呢 是发菩萨心的 然后又杂一个 发凡夫心的 有的又杂什么 发魔王心的 因为来道场呢 他不是要来行菩萨道 有的是想要来怎样 偷东西 有的是想要来讲是非 有的是想要修小圣法 有的是想要来这边 把人拉去他的道场 有的会这样 有的来做生意 有的人来找对象 有的是杂的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发的是正面的心 你不用担心 有的人说 师父你还不要管制一下 那个门口贴一个 什么什么人不可以来 我说 这个你管制跟规范是管不了的 但是你只要相信什么 你自己的心是正派的 所有的人来到你的身边 他也没有办法伤害你 他即使是骗子 他也会被射受被调伏 那这是佛陀讲的 因为我们的心要很有正面 玉密生成 狮子住 就是这个里面呢 詹坛灵谁在住 就是狮子 狮子是什么 狮子就是狮子王嘛 王者 那狮子呢表示我们的菩提心 就是大圣的心 所以文书师利菩萨会做 骑狮子嘛 那表示什么 这是智慧的显发 狮子是代表的智慧 那他在这里面做什么呢 这狮子住在这里呢 只要这个灵里面 有狮子住的地方 走瘦非情皆远去 有没有 这个大家会怕狮子 狮子在走路嘛 静静临间独自游 走瘦非情皆远去 狮子儿 种水后三岁便能大笑吼 这是就在讲说 这个狮子的殊胜 若是野甘竹法王 百年妖怪虚开口 所以这个地方呢 勇家大师开始讲 狮子代表的是 大圣的菩萨 大圣的佛 就是狮子王 那狮子的孩子 还是狮子啊 狮子的孩子是谁 就是菩萨嘛 佛的孩子就是菩萨 菩萨呢 虽然有小菩萨 有大菩萨 有像我们这样 出发心的菩萨 但是三岁便能大笑吼 他讲你学这个法 虽然是小小的小朋友 小狮子就可以 大笑吼 就可以有什么 狮子吼 他不会说 这个狮子啊 很小 所以他叫出来的变猫 那不会 他的吼叫还是狮子 所以他在讲什么 即使我们刚刚出发心 我们的观念是发菩提心 你讲的佛法呢 就是发菩提心的法 那即使你讲的是小布经 譬如说八大人觉经 很多人 你们最近在读什么 百经百论在读什么 佛一教经 佛一教经 那你读佛一教经 是不是很短 很薄嘛 那本书有没有很薄 如果跟华严经比起来 你喜欢读哪一个 佛一教经 比较短 他也是一样是大圣法 就是他里面呢 讲的道理呢 还是大圣法 为什么 因为你用大圣的观念 去看这部经 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 小星小亮的人 你去读华严经 你还是把它当成是 小圣经在看 所以其实他是 不论你的年姿 而在论你的发心 对 狮子是这样 你是这种种姓的人 你就是狮子 你不管是多小 你就还是小狮子 就能大笑吼 那如果呢 今天是野竿就不是了 野竿就是长得像狮子的狗 就是有一种狮子 有一种狗是不是长得像狮子 叫狮子狗 但是呢 那个就是一种野兽 那他是很像 可是他还是不是 他就是种族不是 所以有的人呢 看起来像菩萨 其实他没有发菩萨心 他就是变野竿 所以他在讲 如果今天是冒充的 主法王嘛 就是冒充的 那他一定啊 就是讲的时候啊 就是乱讲 他没有办法发挥射手力 所以这边就在讲 原顿教 误人情 顿悟这件事情 他很没有办法 用人情来说 不是说 我今天学很久了 啊 师父 你就给我认证嘛 我讲的不错 可以了吗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原顿教 一拍两顿 不懂就是不懂 你不管 学多久 你不懂就是不懂 所以有疑不觉 直虚真 你一定有问题 你就不可以的 一点点都不可以 说啊 我讲讲人情啊 面在 我已经那么认真 面在我 跟你的交情这么好 啊 不对就不对啊 对就是对 不对就是不对 就是论事 所以只要有疑 这个观念不对 就是不对 你不能说 我只有观念不对 一点点 因为有 有一个人哦 他跑来修行啊 然后他就说 哎 师父 我前面呢 我就学那个 那个某某 某某 他就拜了一个某某人 那我一听 哦 你拜他哦 他是邪教耶 他说 我是去学他的气功 我没有在学什么 我拜师了 他拜师了 拜师了 然后他就说 哎 他去那边只是去学他的法 我说 拜师就是学他的法 啊 他的法就是有问题啊 这个人有问题啊 好 那他即使煮出满汉全喜 这里面就给你放毒素 你也吃不出来啊 你说我是去吃他的菜 啊 就是菜有问题 是 但是呢 哦 对那个不懂的人哦 他分不清楚 这是你跟他讲 有没有用 哦 所以呢 这边就在讲 友谊不绝哦 直续真 只要有问题 就是有问题 是不可以说 啊 他看起来大部分都没有问题 你怎么看得出来 你一定看不出来的啊 你又没有那么多的 那么好的程度 但是 师父会讲 他有问题 一定就是 有研究过才会 才会知道有问题 也要不是道听徒说 哦 听说他们都有问题 所以哦 他真的有问题 没有这样子啊 我们是要经过 真的去研究 去看 去观察 他的问题是什么 这样了解吗 所以 如果师父说 这个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就不要看啊 哦 那 有时候不方便讲 因为还会有那个信徒 对不对 那有的信徒呢 他就听到 有人在批评 就开始引起斗争 那这个斗争呢 其实就会 让佛教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在讲话 难免都会有过失 你现在虽然讲这部经 你如果要断章取义 也是很危险 前一阵子 这个好几年前 不是那个海涛法师 还有汇律法师 就被人家断章取义 有没有 就在讲那个 什么眼睛有业障 是不是 那这个 这个变成 哎 你是有心人事啊 会去 刻意的扭曲你的意思 这样子就不是 真正的在论辩 他是在毁谤 在攻击 在扭曲事实 好 那我们现在 要就是论事啊 哎 这个斜的就是斜的 正的就是正的 我们就是 就是论事 该说不对 就是不对 那不可以讲人情啊 那这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好 佛法 他是不用真的 不用真的意思是什么 不是你对我错 是佛法 他是一个真理 他是要证明 而不是要去争辩 那只要能够落入争辩的呢 就表示呢 他都是我们的 什么 二分法 世间的方便法 才会有立场的问题 但是佛法呢 他是一个真理的时候呢 你就是 对就是对 不对就是不对啊 很清楚啊 悟就是悟 没有悟就是 没有悟啊 所以他就讲哦 不是山生逞人我 修行恐落断肠坑 他讲 不是自己 不是这个 勇家大师自己 要去逞说 啊我我的见解最高 不是 是真的 如果你一旦落入了这种错误的判断 你就不是断肩就是常见嘛 那就外道 断肩就是什么 因缘生因缘灭 那以后就没有了 人死就一了百了 只要灭的时候就是断灭 没有了 但是呢 我们讲因缘生因缘灭 他是在讲他因缘是假和 是虚妄的 但是我们很容易呢 就是啊那既然因缘是假和 人生是无常 那就死了就没了 就变成断灭论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灵魂永不灭 所以呢就变成常 我这一辈子呢 下辈子 还要来跟你做母女 父子 跟你做夫妻 你还要来做我家的狗狗 这实爱害死人 这只狗已经好不容易可以 也许可以不要当狗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祝福他 一直哭 然后就说啊你一定要来做我家的小白 真的是啊 就是这个叫常见 就是你以为狗死了继续当狗 人死了继续当人 然后我们的灵魂没有灭 但是灵魂没有灭这件事情 跟我们常住真心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差距 这个阿难他就有这个问题 他就说哎这个听起来很像常见 那我们到愣眼睛的时候 再来把它讲清楚 那不管是这样哦 就是不管是断剑还是常见 它都是一个坑 就掉下去了之后 你的修行会很危险 那这个危险呢 其实你说哎怎样危险 就是修行不成功 就是很危险 最怕的就是 我已经那么认真努力了 结果哇啊怎么跑错方向 这样你跑错方向也就算了 还带着很多人跑错方向 你一个人就算了 所以我们那种红法的法师啊 最紧张的就是这样 你如果讲错 哇整个就哇 回关 后面全部都一起走 一忙一重忙 所以其实这边就是 非不非 是不是 差之毫离师千里 他在讲 一切法皆是 是非也是不非 是是也是不是 什么意思 万法皆空吗 但是万法又有有 空跟有之间呢 他到底是什么 心性是一 但是有种种的差别 这个差别跟一的中间的关系是什么 万法是空 那既然是空 是不是什么都不做 那就不对 所以不生 不灭 不够 不静 不增 不减 不适 不来不去 这些好像又懂 但是又很难理解 所以这个叫做差之毫离啊 你感觉好像你 好像懂一点佛法的道理 但是 等他遇到再深一点的讨论的时候 你就开始又乱掉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苗董 嫩眼的时候呢 也是 那听起来 他的论点好像是对的 但是他就差那么一点点 那甚至于他说 我只有加一句啊 加一句就不行 就是他只有加一句而已 所以不在内 不在外 不在中间 这是佛讲的嘛 据无所在 就他加的 那一句就他加 在加了之后就错了啊 因为他的推论 结论错误 差之毫离 失千离 然后呢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他还把这整句贴到佛 那边说是佛讲的 其实最后那一句是他讲的 但是他把他整句连过去 就是这是佛讲的 好 哎呀师父我到底要跟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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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你就是跟着经典学 你就读经就对了 比较安全嘛 那师父那你 你可不可以跟我解释 可以啊 我们有解释啊 但是你解释 你不能完全听信解释 那么解释 只能讲解 重点 最重要的你还是自己要去学到直接跟佛陀对话 这是最实在的啦 其实我跟佛陀 后面呢 理解 讲解给大家听 也是我的观点啊 是不是 也是我对佛法的理解啊 那佛法的理解 是不是表示那是佛的意见呢 不是了 那是我的意见 我对于佛陀的理解跟体会是如此 那如果是20年后呢 我可能又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那时候我的说法 可能又调整了 所以我们每个阶段每个阶段呢 一定要有一种决心就是 我们在讲佛法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一个知觉 就是我讲的是 不完全是绝对对 我们只能说 依文解义啦 尽量让这个原来佛的意思不要偏 不要偏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我们就宁可不要去 为了情节精彩而去读 人家白话过的佛经 翻译过的 白话的 因为他会一定加 一定加有天出 因为他为了要让这一本书 精彩一点 就加了很多 昨天有一个居士拿了一本书给师傅看 那个禅宗故事 哇 非常非常的精彩 很好看 但是通通都是好看而已 就是佛经的那个原文 因为师傅知道原文是什么嘛 原文只有30%的原文 70%都是他写的 文笔很好 所以很好看 那情节很好 然后他还描述 这个人长得好看 那个人很丑 因为他好看 所以他从小就很自卑 直到他见到的那个师傅之后 他终于知道原来美貌不是重点 请问这位大师他有这个心理小剧场吗 没有 这个小剧场都是他家的 就是他为了要让大家觉得更好看 那你说今天是一个小说 反正他写的是小说 他写的是他自己的著作 也很好 也是在推广佛法 但是他不是佛经啊 所以呢 就是说插之好礼 十千礼 是真的 就大家很容易会在这个文字上面呢 就会加文章 那如果你真的呢 哎 能够跳出这样子的假象 悟到了原顿之法 他说 如果你是悟到了哦 是就是是 不是就是不是嘛 他说差一点点就不是嘛 差 没有 毫离无差 就是是嘛 他说如果你悟到了呢 龙女顿成佛 那非则善心神献罪 这两个是两个人 龙女成佛 在法华经 法华经当中呢 佛陀讲 人人皆有佛性 然后呢 当 人人皆有佛性 这件事情 如果你了解的 体解的 你就是可以成佛 体悟的这个道理 不管你是谁 你都可以成佛 乃至于龙女 第一个他是龙 畜生到嘛 第二个他是女 有人说 这女人啊 少修多久多久 有没有 都有听过 对不对 那你说少修的意思是 要跟谁比 老实讲 我每次听到这个 我就想 那你到底是 你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我就是在想说 传这一句话的人 真的是意思是什么 师父不是女性主义者 但是我是平等主义者 女性主义者是觉得 这个男女要平权 特别去强调男跟女 但是呢 对师父来讲 我们学习到的佛法是 众生是平等 不只是男女平等 是众生平等 包括畜生 包括鬼 包括天 这是更宽广的 那你说 男女这件事情呢 其实本身 有时候会矫枉过真 我们就是为了要深论 因为从过去到现在 那个女性的地位是 就是在很多社会里面 它是有被分类的 那这样子有阶层了之后呢 你为了要抬头嘛 女性意识抬头之后 就会想要 要争那个平等圈 那基本上呢 这个平等这件事情呢 那你要去看 是什么的平等 先天的身体 结构 寿命 还有整个状态 乃至于力气 它是 就是人都不平等 不只是男人不平等 女人也不平等 每一个人都不平等 每个都不一样 这叫差别相 可是呢 如果你要从 这一种项上面 去讨论平等 这很困难 因为人有偏心 有的人喜欢男生 有的人喜欢女生 所以你说 要怎样叫做 永远去争的平等 是很困难 不是女权至上 就是变男权至上 然后就变成两个 只要有至上 就有至下这样 是不是 那你是永远在那边争 那怎样才有办法去争到 这完全平等 很难 所以这个事情是 议题都会各种 各式各样的层出不穷 不只是男女 还有阶级 种族 是不是 还有宗教 因为信仰不一样 也不平等 甚至于有的国家 它是信的回教 你都不可以改信 别的宗教 有没有 那你是不可以退教的 那这件事情就是 其实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地球上就各式各样的 分别嘛 分类 我要 非我族类 你就会被我论到 另外一个阶级 那如果我们要在这种 像要去讨论 所有的平等都困难 不可能 但是佛法 佛陀 他在三千年前的 印度 那个种族 主义很强 阶级 主义很强 的那个时代 他提出了 众生平等 他的这个平等 是真正的平等 因为他讲 人人皆有佛性 佛性平等 这件事情是 真的可以达到 真正的平等 因为就是叫做什么 就是法生平等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吉明阿鸟多罗 三鸟三菩提 这就是佛的世界 佛的世界 但是还是有要师佛 有观世音菩萨 也有阿弥陀佛 还是不一样 名字都不一样 对啊 但是因为 佛性平等 所以即使你是佛 或者是你不是佛 你是地狱的众生 你是阎罗王 你也是平等 你跟佛是平等的 这是佛的理念 你是一只小蚂蚁 你也是佛的 你也是跟佛没有差别 是这种平等 是真正从法性平等 好 从法生当中去 体会到 所有的众生 一切众生都是平等 你会对于所有世界的 所有不平等的现象 你会了解的 你不会纷纷不平的 因为你知道 即使你现在身为一个 什么位置 你也是跟佛没有差别的 你能够肯定尊重你自己 你也会尊重所有 不管他现在是傲慢的人 还是自卑的人 你都会尊重他 他是好人 还是坏人 你都会尊重他 尊重的是佛性 你从心里面去认识到 他是有佛性的 才有可能解决这个世界的 所有的仇恨 要不然仇恨 你只是立场 我今天如果这辈子在这里 下辈子投胎到回教国家 我也会为阿拉而战 因为我从小就是这个立场 你不可以 不可以反抗你的家族 不可以反抗你的命运 然后重点是你又忘记 你以上辈子不是阿拉的信徒 你了解吗 就是他生在那个国家 他就要有这个信仰 所以他不是坏 他是因为他在这个地方 命运安排他 来到了这里 他就接受了这个命运 而且他接受的不知不觉 他不知道他 他是不是该接受 有几个人有决心 一出生就说 嗯不对哦 我好像这个国家 人家都说 你就应该要过这种生活 全世界只有佛陀觉得不对 其他人都觉得 嗯很好啊 很理所当然啊 是不是 只有佛陀说 为什么 只有他讲哦 所以他到最后呢 成佛了 他说啊 我知道原来人人皆有佛性 众生皆可成佛 都有如来智慧得相 只是因为妄想差别 因为妄想而有差别 因为我们会有不同的生活的空间 会产生不同的思想 过去有不同的经历 所以造成这些差别 如果悟到呢 连龙女也可以成佛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那你如果不懂的时候呢 哇 你就会说佛陀打妄于 善心啊 就善心比丘 这个善心比丘呢 自己修行修道 四禅 他以为他争到阿罗汉 把四禅当成四果 所以他说我成阿罗汉了 然后结果呢 往生的时候呢 发现自己还要去轮回 他就起大烦恼 他说阿罗汉不是都不会轮回了吗 佛陀骗我 就掉到地狱去了 因为他就毁谤佛法 毁谤佛陀 那其实是他自己搞错啊 他只有争到四禅 然后就以为自己争到四果 然后重点是他又没有去问佛 有没有 他就自以为是 他就 我是阿罗汉这样 自己认证 其实现在这个时代更严重啊 大家都自己认证你有没有 很多人号称自己开悟了 就是 请问谁认证你 没有我就悟到了 我就开悟了这样 是 这很危险啊 那你到时候你这出大问题 怎么办 谁害你的 谁叫你不要确认 你来问师傅啊 我会跟你说你没有 我不怕得罪你 是不是 现在这个时代 这是不可以自己说自己是谁啦 虽然现在大部分的人都自己说自己是谁 那你就 你也不用跟着人家一起吧 还是要有智慧啊 我们到底修到什么程度 你没有人肯定 确定你的 现在的境界之前 你都不可以 你都不可以自己确定 要不然就会像善心比丘这样 升陷罪 完蛋了 就是掉到地狱去啊 才说 奇怪 佛陀骗我 我又掉下地狱 然后就更生气 那你就更惨 你就出不来 所以其实 我们在学佛 有时候真的是 要一直 一直学 要一直学 因为太多 是不知道的 而且有一些状况是 你要一直确认 一直学 那为什么要跟师父熟 为什么要一直一个道场 因为你到道场去久了 那个师父 就像家庭医师这样 这家庭医师呢 就会了解 你今天肚子痛 可能照你的个性 你是不是每个礼拜二 都去吃 吃冰 他就会知道你的个性 然后就导致肚子痛 他会知道你的状况 那他就会比较 能够准确的 治疗你的症状 比较容易抓得到 同样的医治 一个道场也是 法师都比较了解你 你平常都有在哪里 在做什么活动 久了呢 有上过什么课 比较容易怎样 在这个观念当中呢 达到一个正确的诊断 有时候你起这个烦恼 我大概知道 照你这个个性 你大概就会起什么烦恼 差不多是这样 但是因为居士跟师父不熟 师父比较熟的 就是我们的法师 每天每天 大概就那个样子 所以如果遇到什么问题 什么困扰 比较能够帮忙去做调节 就是要熟嘛 要够熟 然后呢 如果够熟的话 了解你的状况 熟悉你的习性 然后同时 师父又能够知道 很多的佛法 佛陀的方法 那就更能够对症下药 因为法门很多嘛 有的人喜欢这种方法 有的人喜欢那种方法 就这个方法都可以用 然后呢 我们自己又觉得说 这个师父是可以信任的 你问到了这个方法了之后 你就会照做嘛 照做之后呢 你就会愿意 把这个方法拿来 自己的生命当中 变成自己的一个工具 他就转烦恼 就有效 就容易有效 所以这就是 一直不断不断的验证 验证验证啊 所以吴主就讲 时时情浮 是嘛 不时惹尘埃 修行也是这样 我们依据着这个道场的行程 然后我们又很忙 很多行程 每一个行程都很 很有效 很值得跟 你如果全部 每一个行程都跟到 你很快会成就 因为实在太 很充实嘛 你看我们这礼拜天 又要有这个 什么禅修 企业的禅修的对话 企业跟禅的对话 就是我们所有的 企业家 大家来把自己的 修行的体验 供养给大众 我怎么实践 我的菩萨道 我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我遇到了什么困难 我怎么去超越它 那我得到了什么 回馈跟什么感恩 我们要成功 是要很感恩 是不是 太多太多的姻缘在支持 是不是 在支持这件事情的成功 自己的成功 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 感恩的心 回馈的心 那你就是来这边宣布 说我本人是最优秀 那你不会出现在我们这个场地 你不是来歌功颂得你自己 来宣传你自己 来promote你自己 而是来这个地方供养大众 所以这个平台 就希望大家可以怎样 来发心 每一个人都可以是讲者 每一个人可以是听者 那我们这个礼拜天 是先让大家第一次是师父邀请 接下来呢 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 师父希望就大家轮流来当讲者 然后轮流来当听者 那有的人呢 就会比较 就比较傲慢啊 就是有我讲我再来 这样是不是 没有我讲我才不想听 我已经听很多了 有的人会这样啊 那你就把自己封闭起来 为什么 那有些人是这样子 但是我希望我们希望说 这个团 我们这个群是一个修行的班嘛 这个班级是大家要能够 修成功 而不是你只是来 这个做一个讲座而没有学习 所以这是我们希望说 大家可以真的就是 把它变成一个修行的一个集会 这叫法会 以法相会 这样子的观念呢 就可以越来越整合 整合到佛的观念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先讲到这边 非则善心生献罪 整个永家大师 正道哥最重要的就是 你一定要很清楚的 保持你的正面 知道你的心 知道你的心在做什么 随时都在观察你的心 你就可以一直维持在 跟佛是同样的状态 你会自觉 那自觉了之后呢 在因应每天的不同的发生 不同的机遇 你就有不同的变化跟实行 就是理念是一致的 道理是一贯的 但是呢 在面对人事物的时候 就是一个练习 怎么样弹性的运用千百亿化身 那这样子你就用起来 静跟动 你就可以很好的 很自在的调整 而不会硬邦邦说 我学佛学了空 然后就整个就变成 人都空掉了 不是 是空了之后可以妙用 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 一个修行的 非常重要的方法 希望大家呢 来多多的发心 一起来护持 自己的法神会命 也护持大众的法神会命 好 那今天的到这个地方 我们来回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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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